- 安娜貝爾回家 一開始我們就來聊安娜貝爾回家囉 安娜貝爾回家囉這個是 算是安娜貝爾系列裡面的第三集 也算是《立英宅宇宙》的其中一部 這部就是電影的一開始 其實就看到華倫夫婦 有回到過去的一段時間 然後看到華倫夫婦就是把安娜貝爾這個玩偶 帶回家裡的地下室擺放 並且請神父來 確定說他是安全之後 就把他封存在玻璃瓶裡面 也就是在華倫夫婦地下室的家 封存之後我們的故事就正式開始 其實故事的開始時間點是在他們封存之後 算一年後的時間開始 故事的開端 當然我們有看到 華倫夫婦要把安娜貝爾帶回家的這段過程 這過程在車上他們車子突然拋錨 然後老公就是華倫先生 愛德就下車來看了一下 結果發現其實安娜貝爾身上技術的惡靈 就開始搞鬼了 然後我會覺得這個 我們之前上禮拜五在直播裡面其實有討論到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認為這一段是很精彩的 就會覺得說他很妥善的運用很多攝影機的這個角度啊 或者你期待說會有恐怖的東西他就沒給你啊 然後也很妥善運用就是車子內部 這個會給人的壓力這件事情 因為車子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然後四周都有玻璃 擋風玻璃 然後呢我覺得他可以 車子裡面很好運用就是 你人下去然後上來以後 你可以做一些景色的改變 然後鏡頭在車子裡面的壓力也會比較大 然後車子外面的這些人 或者是景色怎麼樣去做轉變 這是我覺得在車子裡面可以做出來的驚悚 譬如說我們在車子裡面通常會覺得說 自己是一個安全的一個狀態 但是當這個不管是惡靈鬼怪 或是什麼有的沒的在外面慢慢的給你這個 這個車子裡面的空間壓力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很多電影都是會選擇用車內 來做一個恐怖片的一個算是場景吧 對那這次呢也是在電影的一開頭呢 就選擇用車子來當作是一個場景的一個開頭這樣子 你看可以看到這個華倫夫婦華倫先生 然後一開始就差一點就被安娜貝爾弄死 然後很像進入墳場一樣就是被車撞死 那安娜貝爾在這一個場景之後呢 他實際斷在就是說他把這個安娜貝爾封存起來 然後時間來到一年後我就看到這個 那個華倫夫婦這個小女兒 Judy他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他在學校 他也擁有就是靈異體質 擁有靈異體質的這個女兒 那就看到他在學校都會看到一個神秘的這個神父 他們為了要去執行要出差 所以他們這個週末就出差了一天 等要出差一天 然後家裡必須要有人來照顧他們家這個小女兒 所以就找來了這個保姆 Mary 然後來照顧他們家的小女兒Judy 電影呢就主要就是發生 就是這個 這一個晚上所發生的事情 這樣 那這一次的主要電影架構呢 其實就蠻簡單的 就是 這些人 這些主角 在這個屋子裡面 遇到了幾個鬼 幾個惡靈這樣子 那 因為我覺得每次不管是第二集 阿娜貝爾2 或者很多其他的恐怖電影作品呢 都一定會有一些段落是在家裡 像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在家裡面有一些段落這樣 因為家呢 在每一個房間每一個房間 都是一個隔開來 一個區隔開來的一個獨立空間 那每一個 房間的擺設 跟客廳跟房間之間的任何擺設 還有廚具 喔 還有 很多有的沒的 都是非常好利用 來製造恐懼的這個壓力跟效果 就跟剛剛我們講的車子一樣 那只是房子呢 一直照理說 都是我們應該是最安心 感覺到最安全的這個地方 那恐怖片就是很喜歡製造這樣子一個落差 越安全的地方 就越恐怖 越暗的地方 你越涼 對不對 就是像浴室阿 原本應該洗澡的時候 應該是要最舒服的狀況 可是就是有個影子 在後面拿刀子要捅你啊 所以恐怖片很喜歡這樣製造這樣的落差 那這次的電影其實跟 其實跟安娜貝爾2呢 有那麼一點像 就是在一個房子裡遇到了一些事 那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在 房子裡面的恐懼處理 可能還沒有第二集來的出色 因為第二集很多 你看那個影子裡面玩丟球遊戲有沒有 那個壓力其實蠻大 那這一集反而就還好 他就是只有在 過程中去探索 這裡面有出現哪些鬼怪 這樣子 那這次的這個整個嚇人的這個感覺呢 就是 也都是一個人 然後 他 在這個空間 遇到了誰 一直不斷這樣子在做重複 只是說 換不同的角色跟換不同的惡靈 這樣 所以其實就以這一點來講就是 相對就比較單一啦 然後好像似乎 某一個人遇到了某個鬼怪的過程 好像跟其他好像就是失去聯繫 仿佛就是好像進入一個某個空間 說不定也真的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就是進入了某個空間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聽到外面的聯繫 有一些電影段落有聽到就是說 當外面人在很努力的在那邊敲門 但是房間裡面的人其實聽到聲音是很安靜的 所以可能應該是有跳到不同的空間去啦 但是這樣的處理就是也是讓 就是每一個環節都變得非常的 就非常的獨立啦 非常的區隔開來 那這次呢主要的這幾個角色呢 就是當然就是保姆 女兒跟Daniel 就是這三個女生在這個家裡面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另外一個想要追 想要追這個保姆Mary這個男生 最主要就是這幾個角色在這屋子裡面的一個過程 對那這其實我們通常會看這個恐怖電影裡面 不管是恐怖電影或其他電影啦 我們都會看這個角色在這個驚嚇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成長 跟他到底想要幹嘛 但這一次呢 其實保姆女兒就還好 這次比較有故事性的是這個Daniel 因為他是想要 因為他知道說 這個保姆Mary呢 他是要來花倫夫婦家裡面當保姆 所以他一聽到這件事情就覺得很想要進來 因為他想要跟他的爸爸做連結 然後我們從這邊得知說他的故事是 他的爸爸在小時候車禍身亡 那這個也是因為 丹尼爾開車的關係 所以讓他爸爸走了這樣 所以他一直就 就有點像黑鳳凰 就是說 呃就是 他們會覺得內疚說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家人過世這樣 所以想要跟家人再重新做一個連結 來跟家人好好說對不起 回系列 然後 所以我覺得在丹尼爾裡面就是比較有一個故事性存在 對但是我會覺得其他的像保姆啊跟 這個女兒 女兒可能 女兒可能是有一點是說他在這次事件之後就是長大了 因為家裡面唯一 呃就是熟悉這些東西的人 最熟悉的應該就是 就是這個女兒了 Judy 對所以他 到了最後 呃就是 硬起來 然後有一點像是跟著有那種媽媽的味道 就是媽媽的影子就是很 就是硬起來對抗惡靈這件事情有 有看到他的一些成長 但是其實其他的角色來說就是 成長的這個幅度就反而都沒有到那麼多啦 對所以 呃容易讓電影就是比較聚焦在 這些人怎麼樣被嚇跟 呃嚇人的感覺 或是有方法有哪些 對那講到很多不同的鬼怪啊 這次這個有 呃這這次這個有 嗯 安娜貝爾的娃娃本體嘛對不對 還有這個百度人 就還有這個發條猴子 還有這個關落印 可以關落印的手環 還有這個明婚紗 跟這個武士鎧甲 還有這個這個Judy 這個女兒在學校遇到這個神父 那安娜貝爾呢 其實呃 呃一直都是一個 會驅動別的惡靈 很興奮的一隻 一隻鬼 一隻一隻惡靈啦 那他在這一集呢 其實呃 並不像第二集那樣子 那麼的那麼的 有存在感這樣 他就是一個一個會 偶爾會突然出現在一些地方的娃娃 然後最後當然有露出本體 但是我覺得恐怖片 常常你如果知道的太多 露出的太多 反而就會瞬間失去恐怖的感覺 像其實最後 當那個那個鬼出來的時候 呃就瞬間不恐怖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恐怖片最避諱的事情 就是不能讓所有的事情太明顯 然後呃其他的呢我覺得 就如果以這幾個惡靈來說 我覺得表現比較不錯的 我會給我會把我的票投給這個百度人 然後呃 因為這個百度人我覺得他的這個畫面 呈現出來很有特色 這次的這一段呢就是可以看到他們 一直在拿手電筒拍嘛 然後錢幣一直掉下來 一直引導人去 然後這個錢幣因為是很亮的 在這個黑暗裡面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他照上去的時候 錢幣掉下來 就一直都是在用各種方式在引導你的視覺 然後當這個錢幣拿起來的時候呢 臉又突然抽上來 你知道那個 那這幾段畫面其實都處理的還算不錯啊 就是跟呃其他的這個鬼怪比較起來啦 再來另外一個很可惜的就是武士鎧甲 那武士鎧甲我覺得有點進入有點像 像上一次在直播上其實有講的就跟 自殺突擊隊有那麼一點像 就是自殺突擊隊裡面那個 武士刀也是有很多很多靈魂在裡面 那其他的故事性是什麼 其實是都可以敘述的 但是呃 這次在 他就是有聽到說這個武士鎧甲裡面 喔有有有聽到一些叫聲很慘的一些故事 但是最後這個鎧甲其實本身就只是 就是轉了一個頭而已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這裡面其實又好像陷入了某一個環節 也就是好像他又在塑造很多不同的恐怖的東西 我會覺得都已經到阿拉貝爾3了 然後在莉鷹宅宇宙也是走了一段時間 他最後選擇還是端出這樣子的一道菜 對所以我會覺得這樣子就蠻可惜的 就是好像在莉鷹宅的宇宙裡面 呃這個這一步並沒有好像 就反而像是一個小外傳 他並不像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在宇宙裡面 裡面的其中一個旗子或者一個過程 所以呢這當然就是我對於這隻莉鷹宅的期望 當然 莉鷹宅之後要出3 那這次的華倫夫婦出場的時間真的很少 他真的就是來串場 就是一開頭 而且我相信大家來看這個莉鷹宅 或者甚至一些其他相關的系列 都是希望可以看到多一點跟華倫夫婦有關的這個訊息啦 觀眾可能也就是會對於這部安娜貝爾3呢 就是可能就是呢就那樣 就是把它默默看完 那我最近也看了不少恐怖片也覺得這一部 稍微就是平淡了一些 就是很多東西就只是待到為止 然後包括那個明婚紗跟這個哭泣的女人婚紗有沒有關係 那電影裡面其實也沒有名獎 然後這個明婚紗裡面出場的感覺又跟這個鬼修女有那麼一點像 就是東西一直在走 那經過的東西都會被震掉 然後之後就走到一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的過程其實跟鬼修女的模組會有那麼一點像 那發療猴子其實也沒有做到太多 那這裡面這個可以看到未來的這個電視機 是另外一個我覺得蠻有特色的部分 但是因為電視機跟現實畫面這個交錯 他們沒有處理到太多 然後有一段就有看到說 欸如果不怎樣呢 那個Daniella就是他會流血會怎麼樣 但是欸電影好像也沒有讓他發生 但是也沒說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交代到 我覺得大家都還是非常非常期待 莉音仔這個3的這個上映 那這部我就反而會覺得很像是很多莉音仔粉 我覺得就是一部可以跳過的一個作品 之前有看到很多地方 有些來討論就是說 華娜在今年的這個一些IP都表現得不是說非常好 像包括這個 這個皮卡 名偵探皮卡丘 然後哥吉拉 然後還有這個安娜貝爾回家羅 還有這個 欸還有一部 還有不是是沙戰 然後這幾部其實 都是華娜好像比較有野心的作品 因為這 你看沙戰其實有想要做沙戰的宇宙嘛對不對 也就是其他這些人一起 就是未來的一些系列嘛 他們想要這樣子走 那這個 名偵探皮卡丘也是一樣 他們的目標當然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真人化的這個 名偵探皮卡 真人化的皮卡丘系列的一個作品 的系列作品 那 安娜貝爾根本不用講 就是利應在宇宙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也是在做宇宙 所以其實 華娜旗下有非常非常多宇宙正在同時並行啊 好那以上呢 就差不多是安娜貝爾回家羅的一個獎評 所以如果我要評分的話呢 我應該會給他7分